为了加快提升检测体系的能力 我们一方面将继续加大研发力度 另一方面是加大限定技术成果的应用事大 根据当前的检测需求 我们近期科研公关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个就是加快和声快点产品的研发公关 重点是关注检测时间在30分钟以内的检测产品 目前我们已经有几款在研项项目 正在加点推进 我们想医生在收工区之前 能够有新的快点产品能够省逼研发完成 省逼上市 第二个就是加快更高零敏度 更大通量的检测产品的研发 重点关注 最低检测现在100拷贝美好选顶下等的产品 以及一些数字化PCR的检测产品 这方面主要是满足无症状感染的低病毒载量检测需求 第三个我们叫抗原检测产品的研发 第四个就关注其他类型的检测方法 比方说像一些可穿戴的智能的检测设备 包括一些非接触式的体征的综合检测系统等等 建议的总统 这是新闻 kız的生产品 又是新闻的 现在新闻的世界都可以成为